我知道有一種東西很適合你 那就是 袁老師的技術分析課程 帶你深入淺出 一步一步看準趨勢 抓準進出場點 只要三堂課 就可以讓你 脫胎換骨 什麼 我現在就要報名 沒問題 一集來電預約報名 等你來 逆轉勝喔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古博士袁仲林 歡迎收看要你鼓掌 我們現在的單股短波實戰班 最近操作的 凱美 4天獲利16% 新勝利3天獲利17% 四合5天獲利21% 四合2天獲利9% 宏冠店7天獲利12% 光宏2天獲利13% 全影星7天獲利11% 建村3天獲利9% 福育4天獲利10% 雷科6天獲利11% TBK6天獲利17% 那這個就是要用最短的時間 來得到最大最大的報酬 好那趕快 趕快加入我們的這個LINE AT 那這個加入LINE AT的話 我們會有這個簽章套的資訊 那你就可以 根據這個資訊呢 會得到比較有效的這個進出 小老鼠451VQTAY 我們的LINE AT 小老鼠451VQTAY 那只要你有這個100萬以上操作資金呢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然後參加單股短播實戰班 這個樣子呢 就不怕大盤上衝下襲 那操作起來就零負擔 就是負擔會比較小 好那這個伯納德巴魯克 巴魯克說 對任何給你內幕消息的人士 無論是理髮師 美容師 還是餐廳跑堂的 都要小心 事實上 這個就是說 不要相信這個內幕消息 這個不一定 內心消息不一定准 有時候可能會被 變成出貨的工具 好 那這個就是 他給我們的這個啟示 LanaMate變成菌碼 好 那個線型家的短線強勢股 變成LanaMate變成菌碼 那我們這個LINEX上面呢 9月6號貼出來 貼出聯亞光電 他的簽章大戶增加30% 果真呢 從這個9月6號 9月9號開始呢 大漲大漲一倍 那他現在還被關起來 20分鐘一盤 因為漲太多了 還是被關起來 好 那紅純呢 我們是在11月3號的時候貼出來 千張大戶增加很多 結果他那個禮拜呢 漲得特別凶 從81.5 漲到97.3 這段漲得非常凶 好 那嘉白玉 11月17號我們貼出來 那這個嘉白玉順達還有神達 這個都是那天貼出來的 結果嘉白玉從這個28.3 一路漲到了45.6 非常的強的這個走勢 非常強的走勢 那目前他是這個回檔整理了 好 那那個四星KY 四星KY我們在11月23號的時候呢 貼出來 他千張大戶增加了16% 那結果就從2355一直漲到2675 那短短的時間內呢 就已經漲了這個300多塊了 這個貼出來以後 這個漲勢呢 蠻不錯的 好 所以要加入我們的LineAd 你這樣你就可以早點獲得 我們的這個千張大戶資訊 還有基本面潛力股資訊 當時當下最重要的潛力股 好 小老鼠視為VQTAY 好 那這個楊智 楊智我們在這個12月5號上禮拜的時候呢 IC設計動起來 那我們跟大家講12月5號貼出來 那結果這個回檔大漲大漲 那個現在很強 楊智這個現在已經創了短期的新高 那今天量放大 那有這個當沖的上下棋手了 所以可能會就是說 當沖的多 所以他量就放出來 那量放出來表示說人氣聚集 那未來的話 應該不會這麼快就結束 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好 那冰川 冰川我們好早以前就跟大家推薦 7月多整理了這個兩個月 然後往上攻 然後大漲 航向整個大漲 那他現在要被關到12月12號 被關到12月5分鐘一盤 關到12月12號 然後才放出來 那目前這個股價仍然非常強 所以在創新高 仍然有機會持續在走高 好 那大航科技 大航科技我們在10月21號 10月21號那天呢 剛剛好突破的時候呢 就跟大家推薦了23.4 這個推薦完了以後呢 上漲 回檔 上漲 回檔 那大漲 那今天拉出漲停板 那因為他的這個業績不錯 11月份的業績不錯 他是這個 做雷射磚孔機設備 雷射光源整合技術 那這個就是半導體啊 這個印刷電路板的需要的 他現在是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那個很漂亮 應該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 那盛德 盛德我們在11月27號 11月27號 突破了這個上升三角形 這根的時候呢 跟大家推薦 那推薦完了以後呢 他的股價 就是緩緩緩緩 呈現緩緩的上升 沒有非常強的走勢 就是橫向盤整 有一點點往上的橫向盤整 今天拉出漲紅 今天量放大 拉出漲紅 那應該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那這個盛德 他是做電子電路 電源保護器 電保護器 企業智能電源管理系統的這個廠家 那這個應該還沒結束 好 那新頂 那我們講說這個 神盾集團 神盾集團的股價 似乎動起來 那從這個新頂開始 新頂我們在這個 十二月五號的時候呢 跟大家推薦 然後我們跟大家講說 神盾集團有安國神盾 迅捷金香光這些 那今天這個神盾集團呢 是往上有撞高 但是後來就拉回 拉回整理一下 拉回整理不是壞事 整理完了以後呢 因為這個可能是碰到前一波的套牢區 還有這個低檔往上的這個 這個獲利了結的賣押 所以今天這個 呈現這個回檔 呈現回檔 那應該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這新頂 那安格呢 呃緩緩的漲 就是這幾天 量放大持續往上漲 量放大持續往上 他突破了下降趨勢線 突破下降趨勢線 所以這個樣子他的量放出來 價也繼續往上漲 所以應該是還沒結束 應該還可以有高價可以期待 那安國今天盤中一度創了短期的新高 來到151.5 但是呢 後來尾盤就是走低了 那這個樣子就是 呃 呃 他的這個 因為 他這個樣子呢 是碰到前一波的這個 壓力區套牢區 套牢 碰到前一波的壓 套牢區解套區 想要解套的人 想要解套的人 這人的賣押 這是安國 那應該還沒結束 那神盾也是一樣 神盾往上攻了以後 今天很強 那盤中差一點要拉到漲停板 但是他往上的時候 就碰到這一個210塊左右的這個套牢區 這個套牢區 所以他先把這個套牢賣押 先消化掉以後 然後才可以繼續往上攻 這是神盾 那這個就是神盾集團呢 這幾支股票呢 都非常有希望 因為他們 通常 他們做的呢 現在神盾跟安國 11月份的 月營收 表現不錯 那他們的盈餘呢 12月份到明年1、2、3月呢 都還可以注意 好 那正華店今天這個收平盤 那股價已經持續的往上漲 我們在11月12號的時候跟大家推薦 241 一路漲 幾乎漲了快100塊 漲了快100塊 那這個因為他的這個獲利蠻不錯的 2024年的第三季呢 賺 前三季賺了8塊錢 所以 全年呢 應該有這個10塊錢以上的 的這個實力 所以 這樣看起來呢 這個本益比呢 也差不多30倍左右 還是可以接受 好 那新勝利今天 再繼續回檔 我們昨天說他因為這個 烏雲罩頂或者是這個 空頭吞噬 空頭吞噬或烏雲罩頂的 那就是注定要整理5到8天 那華信光今天還是在低檔 今天再回2% 他在他在這邊呢 就是昨天這根廠黑 跌破了上面的這個 整理 跌破了上面整理 所以要這個整理5到8天 這是華信光 好 那利基今天盤中的時候表現得很強 一度漲到了那個 一度漲到230億元 但是這個尾盤的時候呢 殺下來 殺到平盤 而且還跌了一塊 那這個 沒關係 因為這個 這個利基呢 他現在正好碰到 前面這個地方 前面這個地方 220、230這個地方 之前的套牢區 套牢的籌碼想要解套 那地檔買上來的 想要獲利了結 所以這會造成今天 留下一個這個 這個墓碑十字 墓碑十字 或者是你把它看成流星 也可以 那就是短線有壓力 可能還要再整理 耐創科技 今天表現不錯 今天大漲了8% 那因為它是11月 月營收創新高 創了歷史新高 所以呢 它的股價呢 目前又往上測試 來到了這個165 165 很有可能 就會突破之前的這個 173 創歷史新高 今天橫向整理 今天又漲了這個大概2% 那就是因為它是日月光 日月光轉投資23%的這個 轉投資的子公司 入股 入股這個 木得啦 所以日月光它這個採購的這個 檢測設備呢 就是要來跟這個木得採購 上半年已經買了20台 下半年還繼續買 那明年上半年呢 也會再繼續買 所以木得的這個 營收呢就會增加 那盈雨也會大爆發 所以這個 股價呢就有希望持續走高 好 那大總的話 我們在這個11月26號 在這根 快要突破 這個壓力區的時候 跟大家推薦 橫向整理 結果這幾天上漲 那今天又漲了3% 所以感覺上就是要脫離這個175 脫離這個175以後呢 它就有機會再往上攻高 它最主要就是 最近的這個資訊安全 資安軟體股 資訊安全軟體股票 3D的繪圖軟體 工程繪圖軟體 那突破了三十三小型以後呢 有這個機會繼續往上攻高 好 還沒加入我們Linead的這個 各位同仁呢 請各位同學呢 請趕快加入 小老鼠451VQTAY 好 那這個有些同學呢 他不想要這個聽名牌 不想要聽消息 那他要自己操作 那自己操作的話呢 你可以參加 袁老師的技術分析 實際上教學班 那我們會教大家 怎麼樣篩選出 強勢的潛力股 還有呢 怎麼樣找出 買賣點 然後怎麼樣抓對趨勢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一步一步 賣向獲利之路 那02-775-9668 好 那今天的大盤呢 一開盤呢 就 大跌 一開盤大跌 跌了 就跌了200點 然後呢 稍微往上 往上 彈升 彈升 彈到這個 23,000點 這個壓力區 整理很久 後來又跌破了 又跌破 來到這個 22900 這個支撐區 一直到收盤 收盤的時候呢 收了 22,904 跌了 221點 那今天上漲600 下跌1000加 好 今天表現比較好的呢 是資訊服務 資訊軟體類股 還有玻璃陶瓷 電子零組件 表現也不錯 資訊軟體 資安呢 表現是最強的 由3029的 這個01代對 這個最近 表現非常強勢 那三大法人 那個外資今天 賣超了176億 投信買超38億 晶商賣超了76億 那這個 期貨空單部分 今天 外資又多空了 大概2500口左右的 期貨空單 所以現在已經接近了 4萬口的 這個期貨空單 接近4萬口 那這個表示說 外資 他也是 有點猶豫不定 所以要怕這個指數 跌下來 所以他們這個 期貨空單 就不避險 指數跌下來的話 他們就可以 從這個 期貨空單獲利 那現在的這個指數呢 就是在 8月5號的時候 在來到低點以後 反彈 然後結果 重新站上了 這個季線跟月線 所以現在仍然持續的 在季線月線 在這邊擴底 這邊擴底 然後這個 現在呢 就是季線呢 要逐步的往上升 所以季線逐步往上升的話呢 那月線也是要逐步往上升 所以這個樣子呢 就會形成了這個 比較好的一個這個行情 就是 五天線 月線 季線 呈現這個 比較好的排列 然後就有希望在持續走高 這個 這個末升段的行情 那櫃買指數也是一樣 那現在就是 要等待這個季線 要彎上來 然後如果說這個月線 月線可以扣低指數的時候呢 月線就有希望再彎上來 那這個樣子 就是月線跟季線 再一次黃金交叉 然後這個 第三季 第四季 第四季季末的這個 那這個末升段行情呢 就可以展開 好 那半導體 天紅 今天表現得非常強 因為昨天 就是 有很多人看到這個 這個法人看好的這個 明年營收可以成長 百分之二十三十嘛 但是公司派否認 所以昨天受了一根長黑 那今天呢 很快的 今天馬上又拉上來 所以現在的樣子呢 就是他可以撐在這個三百六十 這個支撐 撐在三百六十支撐 所以就有希望 再往上攻 克服這個四百一四 那機器人幹領股精銳 今天台灣精銳 今天漲了這個九塊 那這個六百五十這個壓 支撐區 這個支撐區測試 測試完畢 仍然相對的沒有跌破 那就是 要希望趕快他的這個股價呢 往上來測試這個 七百五這個壓力 那如果可以順利測試完成 才有機會再往上攻 好 那我們前一天的這個 藍藍貝 瑞陽 瑞陽它是這個 雲端軟體服務的 還有服務平台 還有這個 一化應用軟體開發系統 那今天漲了4%表現相當不錯 盤中漲了更多 漲到這個7%左右 那後來 尾盤稍微拉回一點 漲了4% 仍然是相對強勢了 那量也放大 所以應該是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突破上升三角形 那還有高價可以期待 這是瑞陽 好 那利特呢 今天表現很不錯 今天 昨天的小小的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那今天 再往上攻高4% 所以這個 就奠定了這個 比較明確的突破上升三角形的這個 形態 所以就有機會再持續走高 這是利特 全世界 全球 台灣前三大 全球十大的偏光板製造商 這是利特 那我們來看這個 今天的新的 我們來看這個大銀維系統 大銀維系統我們之前 已經 持續推薦了很很久 這波也是一樣有推薦 那現在他從151 回檔以後呢 來到了110左右 這邊 奠定一個這個短期底部 今天拉出一個 這個中 中長紅 今天拉出一個中長紅 好像是 就整理結束的樣子 那就有希望 整理結束就有希望在持續走高 克服151這個高點 好那騰雲 騰雲我們之前也有推薦過 之前我們有推薦過 那 11月21號 10月21號267的時候推薦 267 那這個推薦完了以後呢 回檔 然後 往上漲 今天創了這個收盤的這個新高 那他的最主要的是這個解決方案及服務 推出一戰式的數位轉型服務 那還有推出來這個AI自主學習成長 持續優化的演算模型 那這個股價呢 突破了上升三角形 有希望再繼續走高 這是騰雲 另外一檔是大眾 大眾它是最主要是代理軟體硬體的經銷商跟整 經銷跟整合服務 那包括有哪些包括惠普 IBM DAIR 還有這個ORICO 這個Varitus 微軟 ASUS 還有Cisco 這個Sellforce 這一波軟體股 台灣軟體股呢 就是因為Sellforce Sellforce Sellforce它的這個 這個 這 營收的展望 呃 猜測展望非常好 所以 有一天它大漲 所以 帶動台灣的軟體股往上漲 那大眾又是名副其實的 代理這個Sellforce的產品 網路 資安 軟硬體的這個產品 那目前的股價突破了對正三角形 一根長紅突破 所以就有希望在持續走高 克服前面的178.5 好 那我們選擇好的股票 跳對進場的時機呢 就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 那 想要參加單股短博實戰班的同學 那我們是純粹的 短線的 有題材的 強勢股 我們短線的操作 那這樣操作起來的這個績效呢 不會比 你中長線持股的這個績效還差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這個最近的績效 大家都可以發現 這個短線進出呢 不見得會比中長線 的這個績效還差 所以呢 有意願 想要參加單股短博實戰班的同學呢 你可以播 027759668 來參加我們的單股短博實戰班 好 那還沒加入我們LINE AT的這個 各位同學呢 請趕快加入LINE AT很重要 那裡面有千張刀 我還有這個潛力股的資訊 有了這個資訊 你就可以協助你做進出的一句 好 那我們要你鼓掌 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就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中學同學 你下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訂閱理財說看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